备受尊敬的观光 为何被抬进烂泥田 推来打去还沾满泥巴 一尊菩萨为何被打 难道菩萨喜欢受命 进去收看本期左边灯火 老家春天闹闹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走遍中国 关羽在民间被称为官公 他一向是忠义勇敢的化身 备受百姓的敬仰和崇拜 也被很多地方当作财神来供奉 在清代更是尊关羽为官少 但是就是这位备受尊敬面容严肃的官公 在福建省长廷县同方镇的举河村 却成了村民们戏耍的对象 官公的塑像被抬到泥田当中碰撞嬉闹 不仅如此 还被疯狂的颠簸 浑身沾满了泥巴 村民们玩的是如此的尽兴 以至于官公的脸部都被鞭炮炸掉了一块 那这个奇特的习俗被当地人称为闹春田 也叫做台菩萨 这个习俗让很多的外地人觉得不可理解 难道这就是对官公的不敬吗 晚上十点 往常早已入睡的举河村的村民们 今日却毫无事宜 村子里的大人 孩子 还有从外面请的戏班子 都聚集在胡竹甄的家中 家里的正屋 人们渐渐突出 非常热门 屋内五月几米 正中然 一尊官公宿像 官座台上 原来 大家是在拜祭官公 那作为神的官公 不是应该在庙里 怎么会被供奉在胡如珍的家中呢 因为这个是官公是一个武将 谁也怕他 他最烦烦 这家人就身份好达 难道官公所向 是固定供奉在胡如珍的家中吗 一年一年就按 那个身隙人流 我这次做的事 我孙子都能不到了 我一个村200到复 200到复 一家人一年 就是要200多年 我都要好几代人才可以人的了 原来 并不是谁家都有信 能把官公请回家的 胡如珍是全村200多户人家 在前一年 抓究产生的幸运儿 为了这难得的荣幸 他的女儿女婿 从100个礼拜的农年室 请来了戏班子 唱戏仇神 第二天 清晨五点 胡如珍家的女主人 就开始准备早餐了 年糕 是客家人 在重大节庆祭祀活动的时候 必备的一道主食 与北方 用黄米面做的年糕不同 这里的年糕 用糯米做成 年糕的形状 也不同于北方的圆形 而是做成了长条形 这样的年糕 叫做金包银 外黄里白 外脆里嫩 从三四点钟起床 忙活了几个小时的女主人 准备好了几十人的早餐 却没有感觉到一点疲惫 看上去 她似乎很享受这样的忙碌 您这些菜做来是做什么用的 就准备客人吃的 他们是来做什么 做客啊 送礼啊 就送那个冰炮啊 大家都来那个 来看那个菩萨的 来看菩萨的 很论啊 还有那个女儿女婿 大家都来了 那个亲家 亲女啊 很高兴大家来 忽如真假 陆陆续续来了很多人 他们有的帮忙突突 有的败子 有的放鞭炮 有的则坐下吃早餐 虽然没有山珍海味 但也是主人家的一番心意 八点三十分左右 观光塑像被大家笑心意意地 请出了屋子 先用绳子将轿子四周 绑在阶子四周 再用红布将观光塑像固定 观光端坐其中 显得庄严肃 吴冬的狮子 燃烧的香烛 虽然是一番 拉开了这一天闹吞田的事 聚合村所在的长亭县 古城厅州 位于乌夷山和南岭山脉的交叉点上 一千多年以前 大批的中原人 为躲避战乱 携起带子 辗转南迁 来到现在的长亭地界定居下来 成为这里最早的客家先民 到了宋代 廷州已经是客家人居居的最大城市 成为当时名扬天下的客家首府 先辈们一路带来的 不单单是成熟的工作技术 则精明的谋生手段 更重要的是 带来了源自中原的精神文化和宗教信念 经过一代代的传承和发展 无论汲取精华 成为他们在艰难环境中 建设家人的精神动力 这闹吞田 就是客家人祭祀吞田 祈求丰收的独特风俗 位于村子东头的这块稻田 是上一年收成最好的 早在几个月前 村民们就用最好的耕油 对这块田进行了整理 在村子里的刘 虎 马 黄 等几大姓氏家中巡游后 观光塑像被抬到了这块田地旁边的一块空壁上 过去 这是一项庄重神秘的祭祀仪式 如今已经演变为村子里的一项团圆喜庆的民族活 在祭拜的人群中 一位年轻人显得有点与众不同 您是从哪里回来的 我龙岩回来了 龙岩 您在龙岩城市什么工作 我龙岩自己创造了一家广告造航工作 您参加这个活动多少人 18岁到现在38了 20年了 20年了 一年计划都坚持着参加 那你觉得你参加了这个活动给你带来了什么运气吗 都可以说是要风得一 得风要一得一 做事业也很顺利 那一会儿是准备这些下去吗 对 我一会儿也准备下去 精彩在后面 几次活动仍在继续 在与特村 许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都像胡手帮一样 伴随着闹春田长大成人 而且外出务工的人们 一定要闹完春田才会反乘务工 对他们来说 这也是生命中的一部分 新的一年 只有有了这样的开始 村民们才会觉得心里踏实 但是 光工一向被民间奉为财神 怎么会与田地产生了关联 闹春田 为什么要闹光工 秦龙以前我们这边没有光工的 秦龙的时候封它为雪天霸飞以后的 我们这边才受到一站光工 在当地有这样的传说 光工是泥鳅金转市 而泥鳅是生活在农田里的 因此每年的元宵前夕 村民就把光工抬到农田里 祭拜了戏 一直延续至今 形成了闹春田的其特名所 我要纪念它就把这个菩萨 每年的正月十二 就把它抬到了浪灵田里面 进闹春田 祈求五谷风丹 零食身旺 古台门 闹春田开始的时候 几个人慢慢地打撞 奔跑 直到有人摔倒 然后又迅速换上另外四个人 重新奔跑 打撞 这样尽情地玩到 也许在他们一年当中为数不多 平日的烦恼欲不快 在这奔跑与旋转中一扫而空 闹春田 闹的是一份祈福 闹的也是一种快乐的心情 这可能也是村子里的年轻人 最其中的一天 大家跃跃欲试 相邀夏天 挡了一波又一波 终于 菩萨帮挡到了上场的时刻 他扛起关锢 一圈一圈 尽情奔跑 这不仅考验耐力 也考验与其他人的合作精神 这种精神 应该就是千百年来 客家人聚足而居 所培养起来的团结精神 上天是 它的意义就是说 旷旷延延延 一家人一生人 要旷旷延延延 随着活动的火热进行 拍关锢的人越来越多 场面更加激烈热热 一组又一组人 抬着这关锢 在泥田里跑来跑去 满脸满身都是心泥 看着热闹非凡 其实这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肩上的关锢 有上百斤的重量 人在水田里奔跑 也会随时陷在其中 所以各种各样摔倒的姿势 藏出不穷 看热闹的人以为 活动就要结束 却没想到 真正闹的高潮 才刚刚开始 所有参加活动的村民 一轰而上 一起奔跑 一起摔跤 一起笑话 摔倒后 又一起捧起水田的泥浆 相互追导 先开一场令人磅覆的泥巴大战 而平时严肃端端端的关锢 此时也是泥浆满身 据说能被泥巴弹中的 可都是有福气的人 三百多年来 三百多年来 不管是滑风下雨 或者结栽后的杯 从来没有尽量过 外出打工来 不管是嫁到再远的贵女 这一天都会赶上来 参加闹春天 祈求国家平安 全餐平安 祈求三一生龙 那财员滚滚 进行之后 人们将关公拍到嘴中清洗干净 关公塑像在举和村 已经供奉了三百多年 几年前闹春天的时候 关公塑像的脸被鞭炮炸掉了一块 村民们不但没有对塑像进行修补 反而认为这是一件吉祥的事情 如今闹春天因为表现形式独特 吸引了许多外地游客 当地政府也将闹春天 逐步打造成旅游品牌 成为客家地区的泥巴狂欢节 古往今来我们听说过迎菩萨 供菩萨还有静菩萨 可是您听过打菩萨吗 同样还是在福建省长庭县 还有这样的一个奇特的习俗 就是在他们四都镇的于西村 有一尊菩萨 平日是被人们恭敬的供奉在庙宇当中的 但是一年当中只有在春天一个特定的日子里 这尊菩萨还要被打 不仅要被打 他还要被很多人一起打 据说这个菩萨越是挨打就会越高兴 高兴了就能够保佑这个村子一年风调雨顺 五谷风登 这样一位挨打的究竟是怎样的菩萨呢 为什么他会越挨打越高兴呢 清晨六点于西村的一户人家围坐在一起吃饭的两桌人 一桌谈笑风生 一桌却沉默不语 这默默吃饭的几个人自始至终彼此都不说一句话 这让吃饭的气氛变得有些奇怪 我是一个台石头菩萨的其中之一 我是四个人 我是其中之一 这个是我们两年前一百多人抓就定好了的 台这个菩萨要很神经 要吃素 怎么吃呢 从这个过了年以后 今夜初五开始就不能吃饭了 吃天天要吃素的 一直吃到十六才开灾 吃过饭后 廖贤月回家洗澡 直到走出家门 经过妻子的身边 两人也没说一句话 难道这也与台菩萨有关系吗 连自己家的媳妇都不能说 她也不要碰我的东西 直到我洗澡以后 去台菩萨抬起来 才可以说话 这一切原来都是为了一尊石菩萨 为什么要把一块石头奉为神明呢 据说在很久以前 鱼西村的一位村民往田里放水后 用一块石头堵住进水口 水质第二天一看 那石头自己挪了窝 水跑光了 村民一怒之下 用锄头敲石头 石头帮出块小碎片 打进了她的眼睛 怎么也出不来 万般无奈之下 她只好跪拜 祈求石头 如能让她眼睛康复 一定将其当神明 供奉常拜 没想到果然灵验 因为可以忽悠百姓 无故丰登 从此 这块石头就成为鱼西村 祭祀供奉的神明 大菩萨所用的棒子 必须用司徒镇的毛竹做成 祭祀活动的前三天 村子里的人就要到山上去选竹子 毛竹的选择很有讲究 要投年生的 直径大概一寸左右 长一丈左右的竹子 选好之后 要将竹子完整砍倒 所有的竹汁也要全部保留 村子里有一个专门的场地 来存放这些选好的毛竹 人们把它们叫做棋子竹 制作竹竿的过程 更是充满玄机 打菩萨是于锡村传承了四五百年的祭祀活动 将毛竹竿用红旗布绑起来 表示红红顺顺的意思 每个旗子都写有一个名字 这个叫做镇基安 这是一个我们的安堂的一个名称 下面写着每个人的小孩子的名字 供奉的一面小旗 保佑这小孩子平安无事健康成长 这个旗子看这竹子的长短 一般在七个左右 如果短的基本上以七个 七阶为主 它绑合七阶以后 它就扎一个球头 这是一个周围的布子 比较大 它为了做这个旗子的球头 团结球头 一个盐球 这样子 裹好以后 扎个盐的球头 扎紧以后 就可以保佑大家在顺利地打提 打十胜祖师的时候 保佑您的当前 打菩萨的杆子 最多的饮料曾经达到一百多根 所以做竹竿 是每一个鱼系小伙子 多精通的手艺 在他们的手中 这些丈许长的竹竿 几弯几折 很轻松的 就变成了一根 大菩萨的专用竹竿 八点钟左右 在阵阵的鞭炮声中 人们陆续赶到 当年捡到石头菩萨的地方 一根根毛竹 和一个个年轻人 都已经到位了 等待着那位 即将要挨打的 石菩萨的到来 那里没下去 看看胖没腹 胖瘾 五龙队在旷野中 为打菩萨活动 增添了一份喜庆气氛 石菩萨先被抬到 河上游的水口吧 要先洗去尘埃 再上岸 看上去 这菩萨只是一块 三角形的黑色石头 但是在玉西村村民的心中 这石头是他们对春天的祈祷 对风收的渴望 上岸后 要先愿于队友 将石头菩萨的周围 再拔得紧实一点 然后将石菩萨 藏在了肩头 这石头菩萨 本被人们供奉 至于 为什么会演变为 这种打菩萨的民俗活动 当地人说 是因为每年 这石头菩萨要跑 村里人就要留 并且是极力挽留 这一代一代 能够这样传下去的 主要就是 因为打了 又能够团结 好气 又能够 这个 风调一声 不太明 这一根根杂彩的长竹竿 连拉带压 易拥而上 大菩萨的仅限于男人 女人是不能参与的 如果旁边看热闹的客人 有兴致 也可以拿一根竹竿 体验一下其中的烈趣和刺激 Ah Ah Mah 啊 廖仙岳和他的队友们一次次地想办法突围 又一次次被竹竿压制回来 人潮随着菩萨教子进退流动 只要菩萨教一落地 大菩萨的人便欢呼上力 抬菩萨的人原地休息片刻 又会将菩萨抬上肩膀 大菩萨的人就又会风雨而上 短短的四五百米的路程 要走上三四个小时 有时候甚至会走上一天 在这段路上 菩萨会被达到几十次 甚至上百次 这打菩萨已不仅仅是一场祭祀活动 看上去更像是一场体育竞技 而且据说这十菩萨有点受虐倾向 越打越高兴 越揍越舒服 因为开头的时候 它四个人真正比较旺盛 就没有人帮 到了下四铺了 打了以后一倒下去 打了一倒下去的时候 就真正没有那么旺盛了 那它本身的人 年轻的人就会去帮忙 把他推了 拉了 你如果是没有人帮的吧 那四个人就抬不过去的 高高兴兴打菩萨 这也是一种锻炼身体的活动 当地人认为 敲打 挤压 跌倒的次数越多 越重 就越刺激 全村村民就越健壮 关系就越融强 常厅卓田镇的生平村 他们每年最热闹的日子 是在春天里的2月2 举办百壶宴 在村子的大坪上 一桌连着一桌 长达数十米的长桌 就成了一条宴席长笼 在宴席开始之前 那儿还有一个奇特的习俗 就像我们看到的这样 斗轿 这轿子里头端坐的 是他们迎来的神 重达150多公斤 参加斗轿的都是村中 身强体壮的年轻人 他们会分成两方 各持轿子的异端 你推我顶 就把轿子里的神 摇得是上下左右的翻腾 几十人就这么轮番的上阵 拉开了春耕的序幕 客家人因为他们的处处为客 四海为家 也就把那些独特的民俗 继续一代一代的传承和保留下来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